在韩国最不能惹的不是政府 而是裁罚 政府还会顾忌脸面 裁罚不行 赵公子就是当前韩国最嚣张跋扈的裁罚公子爷 因为想找点乐子 随手抓起冰块塞进女孩的衣服里面 觉得不够过瘾还用蛋糕糊脸 另一个女孩只是看不过去 就被强行塞了一个橡胶 和保镖正常拳击赛 只是因为打不过被对方伸手细耍 假装投降然后不讲武德偷袭 强行扭断保镖的脚踝 直接断送对方职业生涯 这就是韩国最嚣张财罚的公子爷的日常行为 这天 韩国某二手豪车市场迎来一对土豪 男的龙行虎步 女的恶魔多姿 大手一挥就买下一辆九成新的奔驰车 男人只是检查了引擎以及出厂标识 就豪爽地买下这辆豪车 可是他们没注意的是 二手车老板竟然在备胎上 沾附了一个定位装置 晚上果真一群神秘人将奔驰开走了 当二手车黑商准备取下GPS时候 从里面冒出一个男人 此人正是警局调查组组长小夫 也就是白天过来买车的男子 眼见事情暴露 二手黑车商不甘就此落网 准备人多欺负人少 他们怎么敌得过拳脚功夫惊人的小夫 几个饭桶三两下就被小夫一个人收拾了 在小夫的逼问下 对方跪地坦白 他们不仅做首尔的黑车生意 还将业务扩充到了俄罗斯 这可把小夫高兴坏了 原本只是想捕一条小鱼 谁知捉到一条巨沙 他们在海港部下重重包围圈 将这起涉嫌跨国走私案犯案人员全部抓获 老裴是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 他在某个运输公司上班 包工头就是一个小鳖三 将客扣工资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老实人老裴只能任由他欺负 他在包头遗留下来的钱包里面找到了一张名片 这天 盛进集团召开了紧急人事会议 可是会长突然被检查调查 会议被迫取消 盛进集团的通信方面有可能转到赵公子姐姐那边 这是实打实的利益 父亲被调查 赵公子关心的只是自己利益 根本没有一点清情可言 正巧在车上 他们看到老裴拉横幅抗议 崔助理认为可以直接叫警察处理 赵公子派人将老裴请到办公室 他觉得内部处理可以挽回公司形象 赵公子一听只有区区420万韩元 他笑了 就这一点点钱竟然敢耽误他的宝贵时间 赵公子叫人把包公头喊来 一人甩给一副拳击手套 崔助理朝着监控摄像头摆摆手 示意对方关掉监控 然后赵公子将老裴司机儿子抱在身边 假惺惺的表示要让儿子看到爸爸赚钱有多辛苦 以后才能尽孝道 接着放了一首尽道的音乐宣布比赛开始 但是老裴并不想在儿子面前动手 狠心的包公头可不会管这么多 既然在老板面前丢脸 还不如放开手脚狠狠揍老裴 老裴只能被动挨打 完全没有一点反抗的意识 事后 赵公子不仅给他420万韩元 还追加200万作为医疗费 并警告老裴 这件事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虽然讨回了工资 但是却在儿子面前丢了尊严 将儿子送上出租车后 老裴又重新回去了 可是不久后 小夫接到了电话通知 老裴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儿子在老裴的钱包里找到小夫的电话 就给他打了电话 负责此案的警察告知小夫 老裴是去为了讨要拖欠的工资 去公司抗议之后 在紧急出口跳楼自杀了 幸好在掉下去的途中撞到楼梯把手 这才幸存捡回一条命 小夫从儿子口中得知 老裴之前在办公室被殴打过 小夫去找之前负责此案的警察 反被对方领导教育哨馆闲事 靠别人是靠不住了 小夫决定自己亲手调查此案 他先去查看了案发现场 然后又和崔助理碰面 但崔助理早已预料 已经提前准备法务人员 专门负责解决此事 还劝小夫不要太操心此事 此时 刚好赵公子出了电梯 小夫大声呼喊却被保安拦住 事后 崔助理将此事汇报给了赵公子 两人都没有将小夫放在眼里 毕竟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警察而已 第二天崔助理给了老裴老婆一笔钱 希望和平解决这件事 正好被正直的小夫看到 崔助理丝毫不慌 反而嚣张地警告小夫小心点 负责老裴案的警察早已经被财阀收买 还将小夫的一些情况告知给他们 财阀也知晓小夫也不是一名不收黑钱的警察 现在他们决定从高层入手对其施压 他们找到已经退休的警局厅长 赵公子只要负责好对方的儿子 以及局长的女儿的工作 他们就会摆明好小夫 小夫不仅被局长骂的头都抬不起 还被委派了另外的案件处理 还不止这样 崔助理还找到了小夫的老婆 主动承认自己和小夫有点个人恩怨 但是希望和气生财 不仅买了一个名牌包包 还主动愿意承担他们子女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老婆不仅将包里的现金全部掏出来 还出言讽刺我们的生活就用不着你们操心了 老婆也是一个暴脾气 气冲冲地跑到警局对着小夫一顿拳打脚踢 她的要求不高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能过得不丢脸 老婆受辱小夫一气之下冲到赵公子跟前 警告赵公子 只要我找到证据 就一定会将你绳之于法 但是在外国商人面前 赵公子还得抑制住自己的怒火 其实心里已经气到快炸 事后 崔助理找到窝居在破旧出租屋的包公头 包公头表示他自己能找到一些外地黑胡 然后制造一点意外 死一个人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只要财阀准备好钱 他一定办得妥当当 另一边 小夫也不是有勇无谋 他找到明城日报的记者 准备借助舆论的力量将老培之事公布出去 赵公子的父亲知晓后大发雷霆 社长不舍得打赵公子 崔助理成了受罪包 只能老老实实跪在地上承受战机 社长要求赵公子把跟这件事有关联的职员全部辞掉 赵公子也被他安排到去国外躲避风声 社长反正对这个儿子失望透了 不会再给赵公子待在公司惹祸的机会 原本赵公子就喜怒无常并碰下决定 让包公头尽快执行那个计划 包公头找到承教所的女职员 威逼女职员联系小夫 女职员电话里声称包公头正准备捐款出国 小夫得知包公头所在地后就匆忙出发了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上级也是刀子嘴豆腐心 狠狠臭骂一顿小夫后 还是带上两名警察一起帮忙处理案件 包公头以为只有小夫一人上门 杀人实物中复车 捅伤了警局老妖 而且包公头一点抗争精神都没有 见识不妙就想逃跑 但是最终还是被抓捕归案 为了给同事报仇 一名警察用扫把挡住监控 其他众人纷纷上手 这时 收到消息的局长也赶来过来 对于警察被人设计这件事 他也非常恼怒 现在涉嫌杀害警察 意味着这件事已经闹大 他们在包公头的车子后备箱 发现了美元以及护照 有了这些证据就表明了 这是一起满凶杀人案件 知晓杀人计划失败后 赵公子也只能无能狂怒 另一边 精神振作不少的老裴的老婆找到了小夫 他表示老裴根本不是那种会写这么长的短信的人 而且拼写办法也有些不一样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赵公子知道自己都不住这团活 只能拜托自己父亲解决了 崔助理成了替罪羊 他要为上次事件和这次刑事事件买单 会长表示他们一定想尽办法捞他出来的 不仅给他的子女安排出国流血 还给崔助理画了一个大饼 只要顺利度过这次难关 他就能当上集团社长 崔助理揽下了所有罪责来到警局自首 明明幕后指使者是赵公子 面对这个现状小夫非常恼火 局长下达命令 把之前的案子转移到别的地方 小夫所在的一组也面临解散 小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怒不可遏 之前小夫委托女同事调查了老裴自杀事件 女同事表示第一次报警电话和老裴发送短信的时间不吻合 最终发现老裴的短信是在事故发生后发送的 小夫还将老裴事故的前因后果进行推理 他认为当时老裴在被包公头打了之后 送儿子上了出租车 但是老裴觉得自己太愤怒太委屈 然后又回去理论 被情绪失控的赵公子意外致死 跟班看到后第一时间报警 崔助理发现后将电话夺了过来 所以老裴的死是被赵公子他们伪装成自杀的 但崔助理听后却不屑于顾 你有证据吗 小夫也懒得解释 将证人请了出来 就是之前被赵公子扭断脚踝的保镖 恕罪并罚崔助理将面临十几年的牢狱之灾 但他依然保持镇定 一脸自信地表示赵公子明天就会出国 你连出国申请都不行 你能抓得到吗 天狱使人灭亡 必使人疯狂 赵公子明天出国今晚还准备举办一个派对嗨皮 但是警方也需要一个名义去进行搜查 他们自导自演一场大戏 只要能进去 只要聚会上沾上一点黄赌毒 他们就有理由抓捕赵公子了 但是一群保安挡住了警察 这也让赵公子有机会提前准备潜逃 毕竟他已经注射过毒品 现在被抓就不能出国了 他立刻联系私人飞机 可是赵公子从后门溜走时 被小夫瞧个正着 敬业的保安一直靠肉体拦住小夫 而赵公子则开上自己的跑车准备逃走 虽然警方进行了围堵 但早已经上头的赵公子神志不清开车横冲直撞 完全没有把人命放在心里 只是一心想要逃跑 小夫也开着摩托车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 前面被警车挡住后 赵公子准备倒车正好被小夫利用摩托车卡住位置 没想到落到这个境地 赵公子依然不束手就擒 以武力拒捕 一时间 小夫被打个措手不及 接连遭受几次重击 而且周边吃瓜群众都用手机拍摄 一时站上风 小夫也畏手畏脚 反而赵公子就无所畏惧 招招都是很招 接连几次痛击之下 小夫被赵公子干翻过去 原本赵公子趁此机会准备开溜 却被吃瓜群众东哥拦住 因此赵公子错过了最佳的逃跑时间 两人二番在战 小夫现在占有正当防卫的名义 也不再束手束脚 激烈的肉搏再次展开 虽然小夫并没有打过赵公子 但是还是被小夫用手铐烤住 这时 警局的同事也终于赶到 此事也就到此了结 老手 一部韩国动作犯罪电影 通过承恶劝善的故事和痛快淋漓的动作场面 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虽然借以电影暗讽财阀 但是对现实社会边没有什么改变 反而有点虎头蛇尾的样子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